《理財分判中》 《財路自然通》 《理財分判中》 林修榮 外國人在美國沒有社會安全卡號碼 當他們在美國的銀行 或者股票經紀行開戶口的時候 就要填一份叫做W8BEN的表格 來證明他外國人的身份 由於外國人在美國所賺到的銀行利息 和股票投資的增值都是免稅的 填了這份W8BEN表格 銀行或者股票經紀行 就不會扣起30%的稅項 一些外國人的父母為了求便利 就和已經成為美國公民或者居民的子女 聯名開設銀行或者股票戶口 既讓子女代他管理財務 同時也預防他們萬一不在 子女就可以繼承他們的遺產 但是聯名戶口 是每一個持有人都需要填一份W8BEN 如果其中一個是美國的公民或者居民 他是不能夠填一份W8表格 他要填W9表格 就會令那個戶口變得好像是美國人所擁有 銀行或者股票經紀行 每年年底就會發出一張1099表格 那些利息或者增值收入 就成為他們的收入要報稅了 因此外國人的戶口 最好不要有美國公民或者居民的名字在上面 你只是指定他們做代管人就可以了 我是林修榮 下次再在理財分半鐘見面 好嗎